这就是我的网络执法证 同学们,怎么回事啊 大家不是说不买苹果手机了吗 看一下 好一点你人,今天好像不多 你们这些用苹果手机的烹饪 网络上都给我低调点 今年15街道鼓励,再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是9月22号 也是苹果在全球正式开卖的首发日 不出意外的粉红要出意外了 中国各大的Apple Store店 挤爆了人潮 好多人啊 9月21号的十一二点 就已经在苹果门外住宿过夜 打地铺了 就是要当第一个拿到苹果手机的中国人 当初说好的华为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去哪了 我看到的是很多很多的 苹果iPhone15系列的黄牛票 黄牛机出现了 很暖心的来了 我在9月18号也订购了 iPhone15 Pro Max系列 在昨天已经寄送到我家了 直接宅配寄送到我家 我就不用再去大牌长龙 所以请粉红们拿好你们的 Mate60 Pro 来跟我一起看这个苹果15 Pro Max的开箱 是咯 哇 真香啊 这个质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这两个的触感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 中国各地抢购iPhone15系列的疯狂影片吧 因为苹果手机很耐用 所以我这个苹果11用了很长时间 然后所以我买了新的15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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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牌长龙啊 嘖 哇 摇摇领先呢 抵制苹果呢 华为牛逼呢 你们再给美国人送炮弹啊 呃 这个我还快转了300多倍啊 嘖 哇 哇 从下面拍上来以为就可以进店了 结果在太阳底下又拍了20分钟 此时我还不止进店后还要排队 太火爆了 呵 来 这就是 头一批拿到iPhone的中国朋友 粉红该不会要说 唉这些人哪 都要拿苹果回去摔吧 同学们怎么回事啊 大家不是说不买苹果手机了吗 看一下 人山人海 大家都在等iPhone15 好多举手的我不知道是干嘛 人山人有看的电影 哇操 满满的都是 都说华为买华为买华为 不买苹果 卖苹果的也是爆满的 现在我们是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 今天这个视频大家看一下 步行街上面的苹果装卖店 而华为装卖店了 今天是9月22号 也是苹果新品正式发售的日子 现在苹果店前面的人非常的多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个苹果装卖店里面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华为装卖店的 华为全球西线店了 现在店里面的人并不是很多 这情况和苹果装卖店的商品的话 真的差很多 还喜欢苹果手机的也是很多的 现在里面的客人有料和那个苹果店 真的没法别 华为店里人今天好像不多 这是今天华为店里的 这样子 好像是不如花了苹果店的 我今天直接给你们看一下 iPhone15系列首发的第一天 那今天我们在上海环冒 IAPM商场的苹果零售店 来直击首发第一天的排队情形 在我面前的就是今年苹果全新发布的iPhone15系列手机 现在是上午的9点40分 这家苹果店的正常开业时间是上了10点 但是今天提前开门了 此时此刻就已经有大批的购买者在排队等候 即使是下雨天也浇灭不了他们的热情 这个苹果对面就是华为店 我感觉华为店的人气没什么不味 怎么办呢粉豪们 你还要领先呢 你们这些用苹果手机的PIN子 网络上都给我低调点 不敢说的话不要说 不然千万不要怪我骂你 你问我为什么骂人 哦为什么你要骂人 这就是我的网络执法证 你要不要成立华为网信办好了 华为国安大队 华为国宝 有人在网路上用苹果用370 就把他抓起来 你说用苹果的人就该骂 那这位你要不要骂一下呢 这位是谁 这位又是谁 请你们粉红 把你们的火力用在这两个人身上 我怕你不敢 而更好笑的是什么 粉红急了 不知道怎么黑了 把在杜拜开卖的苹果15系列的影片 被封抢的影片 打上了 华为Mate60 Pro 在杜拜开卖 杜拜人 抢疯了 我们看一下粉红造谣的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新闻啊 还有有蓝勾勾的 当地人说什么 这明明就是苹果的店 他们在抢iPhone15 真的很佩服你们一银的功力 还有一位中国网红 眼看啊 苹果店竟然排了这么多人 我该怎么黑呢 于是他想到了另外一个套路 来黑苹果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22号的下午3点多 我现在位置是深圳的一天假日 给你们看一下苹果的最新行情 目前来说黄牛还是很多 看一下 但是 普肉系列目前已经跌到没人要 大家已经纷纷在排队退货 目前一家比较多是Pro Max 上午的话可能给你加到500左右 并没有传说中的加4位数 下午的话现在目前黄牛全部都是加100 在收 今年15跌到谷底 再见 然后最新报道是Pro 就是15Pro 现在已经没人要了 黄牛直接不要 直接在现场直接 拿到了直接退的 然后15Pro Max 256的是加500左右 然后512和1退的是加800左右 这是现在一天假日的自行试试报道 排队买 然后说成是排队退货啊 果然是温良公俭让 最不会说谎的民主 不知道该怎么讲 这种谣言都可以掰得出来 不信谣不传谣 还有一些粉红 就如刚刚那位中国网红说的 啊 黄牛鸡啊 都已经跌了 都没人要啊 只加价个一两百块 三百块人民币 就卖出去啦 所以iPhone15系列全崩了 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数据得知嘛 现在在中国买iPhone15系列 很多都排到三四周 甚至到11月初才能拿到 他不是说没人要全崩了 那怎么那么难抢 怎么要排到快11月甚至11月后才有货 谁买了 难道都是赵家人听过了 我看到小红书上还有人说 啊这个就是苹果花钱起来的演员啊 假装一照那种大排长龙的画面啊 而且啊在中国大部分使用苹果的都是女性 说女性爱慕虚荣对吧 前几天那个四川的李阿强阿强哥他不是上我节目 他不是也说了类似的观点吗 他说在中国相亲要成功啊 在中国哦 又有很多媳妇啊 你必须开外国车 你必须有外国的品牌 外国的名牌在身上 你甚至要拿苹果手机 这一系列一项一项的加持 你才有可能娶到媳妇 这是阿强哥说的 还有一个中国网友 叫做常常贵贵的他在微博上发文说什么呢 就怕货比货明显华为更好 于是他po了一张iPhone15 Pro Max拍的照片 跟华为P60 Pro拍的照片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明明是iPhone15 Pro Max的相机处理拍出来的效果更好 华为的还有一些色偏色差的存在 结果呢 我刚刚上网看了一下这个常常贵贵 他微博的这个贴文被删除了 请问他违反了什么法律 他违反了什么东西要被删除 些夸华为也不行 摆出图片真相也不行 你到底要怎样 所以可见微博的党支部审查人员 从图片中明显可以看到 好像是苹果的比较好 华为的有色差 所以把它删除 如果是这样的话 谁才是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 不就是你华为党支部审查的人吗 你自己政治审查都没做好了 撇开事实不谈 你就要打从心底的认为 华为拍照出来自带紫光 就是好耶 对吧 可惜你们没有 我们还可以发现 苹果手机在印度的产量 虽然今年只有7% 但在以往的前两三年只有1-2% 这几年因为中国政策 还有特色管理的原因 从1-2%到7% 中国经济就已经每况愈下在下行 而这光光只是苹果一家公司的量产 其他外商外企的订单 这些还不算 而在2025年 苹果预计把印度的产能从7%拉到25% 那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更怎么办 之前转移了5% 你就经济通缩成这样子 之后要转18% 那你怎么办 光光只是苹果这家公司 还有其他公司 中国的经济最近是什么样子 你们不知道吗 前几个礼拜中国政府说什么 认房不认贷 结果这个政策推出来之后呢 感觉没什么效果 结果现在有一些地方 已经开始松绑这个限购令 没人可以买好几套房子 就已经没钱买房子都烂尾楼了 对不对 你想骗谁过去再刺激 再去救你这一摊房地产的死水 而这次华为 为什么急急的推出Mate60 Pro这个手机 因为他如果再晚推出的话 就要跟苹果撞齐了 如果跟苹果撞齐 甚至比苹果晚上 那不就惨了 我的销量都被苹果拿走了 所以在苹果推出来之前啊 我赶紧无意境的推出 突破这个封锁啦 华为突破被卡脖子啦 对不对 然后各种吹各种大外宣 然后让这些粉豪们去买华为 所以敢在苹果前 急急的上市跟推出 才可以割到韭菜 如果在苹果上市后 你在推出华为 那你割到的韭菜 肯定是更少的 这个就是中国急的样子 到底是谁急了 是你急了吧 毫无预警的推出来 只为了要割一波韭菜 只为了面子工程 但我们话说回来 为什么有些抖音号啊 有些小红书 它可以无止境的 罔故事实造谣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 杜拜在抢iPhone15系列的手机 它可以把它变成 哦这是华为在封抢 因为总是有人会相信 全球是大数据时代 这个大数据是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看 某特定的影片 某特定的立场 那你的版面永远只会跳出 那些相关的立场 相关的影片 你如果不自己额外再去Google 或是其他的平台 去找与这个立场相反的观点 那你一辈子就活在 他想给你看到的舒适圈里面 杜拜在疯抢华为 你划一个两个 可能觉得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划划划划 10个20个30个 然后换到小红书上也是 你就会深情不已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看推特 给你看其他的 你说 不是啊 这就是当地iPhone15系列的商店 在疯抢苹果15系列 你反而还说他造谣 没办法 粉红人口基数多嘛 对吧 怎么看他都是肾上 粉红偏要说 不是啊 他是米老鼠啊 11个人说他是米老鼠 2000万的人说他是肾上 那他是肾上还是米老鼠 不好意思啊 他就是米老鼠 而且 说他是米老鼠的粉红 心里也知道他是肾上 但不敢说不能说 今天影片到这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希望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下次见了 拜